-那月老他是把百分比比较高的人推给我们呢,还是他就是把那个Mr.Ryfe推给我们,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,因为也有可能就没有在-等一下会依照你的进度 -本来可能有40个可能,那你就按这40个可能发展到不一样的可能 假设我给你三个人,人生中就是要遇到三个人 对吧,因为这每一个三个人,记得每一个人不管他会不会伤你的心,他都带一个token 他都给你带一个筹码,然后这个筹码让你去下一个人锐换彩卷,你知道我意思吗 然后他没有办法跳级,直接跳这一个人,因为当你这个功课没有做的时候 你直接遇到这个人的时候,你对他来说会是个miss wrong,你也是一个错的人 所以功课是必然的,如果在你还没有投胎之前,你就在你的人生里面安排了这些人 这些人每一个人都会带一个功课给你的话,月老的功课不能让你跳级念 除非我有深刻的感觉 除非你第一个人的功课,你不是从他身上 但是你从你的生活周遭上已经学到了这个功课的时候 那月老会直接给你第二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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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